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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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这一件事,贝拉十分惊喜 第二天设计师来了 原来那天贝拉看到的不是真正的设计师 而是她的三胞胎弟弟 那一天自己只是遭遇了车祸才没有赴约 两人又幸福地在一起了 贝拉这次是真的很幸福 强迫症也被间接治愈 但就在一切变好的时候,史蒂夫死了 他把自己的房子给了为农 而贝拉现在所居住的房子实际上也属于史蒂夫 史蒂夫把她留给了贝拉 最终贝拉成了自己梦想中的作家 快乐地活了下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对于我们的馈赠 生活原本就是美好的 只是我们给自己增加了太多的条条框框 是我们自己禁锢了自己的心理 当我们真正敞开心扉去感受大自然 感受生活,热爱生活 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幸福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言,欢迎订阅,略映时光